二十四节气中的畜属过一半了 夏天也即将结束 秋天的凉爽经到来了 我们在庭院中的这一颗 俘虏桶呢 经过一个夏天的 不断黄叶变成熙熙落落 我们今天要把 庭院的这颗 俘虏桶呢 来做扦插 在秋天凉爽的时间呢 最适合做扦插的最佳时机 我们就剪一段这个 车当中呢 长得最高最健壮的这一支 这个枝条 因为你要做扦插呢 要的就是健壮的枝条 代表它养分是最丰富的 你的扦插呢 就容易成功 然后在这个同时呢 我稍微的把黄叶拿掉 我们准备来做扦插的动作 对枝条进行修剪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植株底下的这个叶片去除啊 因为保留太多呢 叶片啊 会损耗过多的水分啊 所以会导致无法生根 所以每一个枝条呢 一般只通常留大概两三片的叶片啊 如果叶片太多呢 你也可以把它剪掉一半 像这个上面的叶片太多 我就把它剪掉啊 然后底部是斜切口 那我把这个枝条呢 比对一下啊 它的高度啊 这样看起来是很OK的啊 然后我外头呢 放了一个磁盆 磁盆里放了这个发泡链石啊 然后再把这个小小的三寸盆呢 放在这个磁盆里头 我们再来装土啊 扦插准备的土壤是一个关键啊 需要是透气啊 能保水保湿啊 但又不要太多的肥力啊 因为扦插往往很多人都会失败呢 其实呢 你就像我一样啊 我用的是自己培堆肥的堆肥土 加上一些的旧的这种赤玉土啊 就可以够这样子它成长哦 所以土质是够疏松透气 而且保水保湿都好啊 但是不要太多肥啊 这样子常常会导致扦插失败啊 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哦 你扦插的这个土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土放下去了以后呢 大概三分之二左右呢 我就稍微的把它压实啊 让植株呢可以固定啊 然后上面再把它补满来啊 你看看那个黄色的一粒一粒呢 就是赤玉土啊 赤玉土呢 是我用旧的赤玉土啊 做曝晒消毒过的这种土啊 然后加上我堆肥腐肘的土啊 这样子呢就会形成疏松透气啊 然后又能够饱水啊 这样的擦肢就很容易成功 然后放在通风透光的地方啊 至少要有两三小时的这种闪射光啊 然后保持整个良好的通风湿度都可以达到 因为现在秋季湿度是够的啊 扦插在水里做水培的方式 经过十天左右 看看这个芽眼呢 都已经冒出来了啊 等到它整个长出根须以后 也可以再一次的移植到土培啊 这就是我土培水培扦扶植桶啊 后续呢 还有更多园育植物的栽技巧分享啊 那希望这些喜爱植物的朋友们 对土培水培都有帮助 最后喜欢我的分享 请记得订阅按赞并分享